耶稣进了家百农 有一个百夫长进前来求他说 主啊 我的仆人害贪病 躺在家里甚是痛苦 耶稣说 我去医治他 百夫长说 主啊 你到我设下我不敢当 只要你说一句 我的仆人就逼好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也有兵在我的以下 对这个说去他就去了 对那个人说来他就来了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他就去做了 耶稣听见西齐 就对跟从的人说 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好 在这里你就看到 有一个地理名词出现 叫加百农 我们现在站在这个地方 就是古代加百农城的遗迹 刚刚我们已经说过 这个是一个会堂 是一个五世纪 四五世纪的一个废弃的会堂 然后呢 在我们刚刚我们所面对的 这边又有一个是加百农城的 四五世纪的加百农城的一个遗迹 然后这个城市是非常重要 因为在耶稣 在加利利传道当中 它有一个三角铁三角 马大拉 博赛达 跟加百农 加百农已经成为 耶稣基督 他传福音的一个中转站 而这个站 为什么这么重要 是因为它在古代 我们刚刚说过 有差不多四五千人的人口的话 是一个非常大的城市 而这大概是 差不多整个加利利海附近 数一数二的 一个 一等的城市 而这个城市当中是圣产鱼 而这个鱼的销量越多 它来到这里的人就越多 而当这里的人多的时候 它就无形当中 就成为一个福音的什么 一个中转站了 所以耶稣在这里讲道 耶稣在这里一病赶鬼 耶稣在这里 甚至在接下来的十四节 还说到什么 到了彼得家里 这就是彼得他们家 这个加百农 他的岳母 彼得的岳母就住在这 你知道这个彼得最最讨厌的人是谁 这跟圣经没关系 anyway 我们就知道这个地方 实际上是成为一个 耶稣传福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那我们教会在定 我们的mission statement的时候 我们曾经说 我们教会是加百农 那如果你现在我这么一讲 你就明白我什么意思了 因为当我们看北京 是一个加百农的话 也就是说 这里成为一个都市 是人来人往非常多的 就像两千年前的加百农 人来人往非常多 所以当耶稣在那边讲道 传福音一病赶鬼的时候 他只要针对那个地点 人就自然得到福音 而当他们做完生意 就会离开那里 离开加百农 就会买了鱼也好 还是批了鱼也好 还是做了什么也好 他们就离开的时候 就把这个福音的道就传开了 说这边加百农有个先知 他的名字叫耶稣 有个拉比 他的名字叫耶稣 他讲的是天国的福音 所以我们教会在定 这个我们的 我们的一个mission的时候 我们就说 我们看北京也是加百农 因为什么 北京是一个现在世界上 人来人往最多的地方 全世界各地的商甲 商骨 全世界各地的人 都会到北京 然后我们在那边传福音 我们也是国际教会 我们在那边把福音传开的时候 自然这些人得了福音 就会带到别的地方去 他们说北京有一个教会 我们常常说 我们是BICF的 我们很骄傲 不用骄傲了 但是我们觉得 我们是BICF的是 如果我们是传的是 纯正的福音 我们是把天国的福音 在BICF传给 每一个经过这一点的人 他们走的时候 就把福音带走了 所以加百农 就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心 所以我们今天来到加百农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把 加百农跟北京联系在一起呢 我们是BICF传给